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是身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权利 北京说他将联合印度 南非和委内耳拉等发展中国家赢得这场攸关世贸组织未来的硬仗 由于世贸组织将中国归类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让北京能够提供农业的补贴并设定比发达经济体高的进入市场门槛 而相关的争议所反映的正是世贸组织内部的根本歧义 而这可能危及到这个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抱怨太多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将自己界定为发展中国家 而这为数约三分之二的成员国利用相关的条款进行不公平的贸易 美国总统川普痛批世贸组织他说这是一个大灾难 然而中国与印度等大贸易国家坚称 特惠待遇是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基石 而中国如今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更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国 但是仍然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体制差异巨大 贸易对立将长期伴随中美 据新大日报的报道说 每一轮的谈判都有相关的进展 但关键障碍性还在 川普与刘鹤再一次的见面 外界预期中美贸易谈判将接近尾声 但北京学者石英宏分析认为 双方仍有两个主要的障碍有待解决 即中美联合监督机制与美方对华关税将何去何从 他说中美即使达成了贸易协议 也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结果 贸易对立或将长期的伴随两国 报道称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石英宏认为 中美联合监督机制的方式 严重的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尊严 因此即便是中国希望尽早的达成协议 也要让美国的过分要求打折扣 石英宏也表示说 当然美国也做出了相对的妥协 比如说没有强调中国必须停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种种补贴 鉴于中国已经通过了外商投资法 美方也没有特别的坚持中国停止强制技术转让 他认为川普希望通过达成贸易协议 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来增添筹码 另外彭博社也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 中美目前磋商当中的协议要求中国承诺 最迟在2025年购买包括大豆和能源产品在内的更多的美国商品 同时允许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独自的公司 另外新加坡联合早报 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副教授王江宇的分析认为 美国上述两项要求都属于中国原则上可以接受的 在购买大宗商品方面中国有足够的购买力 而允许美国在华企业全资经营的要求 则和中国目前走的道路大致方向一致 中国的底线相信是涉及政治安全的行业绝对不会放开 报道声尽管中美协议细节仍有不确定性 但舆论普遍认为中美都希望达成协议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 双方要走出放弃谈判都很难 不过学者石英宏指出 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决心已定 未来中美两国及时达成协议 也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结果 因为经济体制的巨大差异 贸易对立或将长期的伴随中美两国 企业迁离中国 贸易战没落幕 川普已经赢了 美国总统川普说 数周内就会和北京达成史诗般的贸易协议 但报复关税和贸易紧张 已经必得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移出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随着北京军事实力的茁壮 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大 部分华盛顿的官员 忧心过往的依赖中国制造业 会让美国在战略上容易受到打击 不少产业已经开始减少对中国制造中心的依赖 运动相机制造商GoPro生产感测器和摇感器的环球电子 开始把部分的制造作业迁移到墨西哥 海志宝公司将玩具的生产转移到了美国 台湾的电脑设备制造商鸿正自动科技把生产作业转移到了台湾 丹麦的丹佛斯集团也已经把暖气和液压设备生产转移到了美国 这正中了美国政府鹰派官员的下怀 无论达成协议与否 过去依赖这个世界工厂生产的企业已经开始思考脱钟 川普已经赢了 不过有分析认为 未来几十年中国依然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廖亦武说分裂的中国对世界更好 法新社4月5号刊出了吕德诗人作家廖亦武的访谈 廖亦武表示 他的梦想是中国分裂成为十来个国家 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对全球来说是个威胁 他认为一个分裂的中国对世界更好 吕德中国诗人作家廖亦武近日在法国参加他的书中 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法文版的发行活动 法新社说廖亦武有时被称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他说自己现在回不了中国 但是很想念家乡四川 他在中国遭受酷刑监禁边缘化和被迫闭嘴之后 于2011年流亡德国 廖亦武对法新社说 当四川独立之后 他会非常高兴的返回四川 他开个玩笑说 到时候他们会选出一个非常棒的川菜厨师 当四川的总统 不过严肃的说 他对中国的民主前途非常的悲观 他说30年前 人们以为中国正在朝着民主转型 但今天大家的雄心就是赚钱 他说 凡是保持自己理想不变的人都被边缘化 而一心赚钱 从不批评当局的人却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廖亦武遗憾地表示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 当时西方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政府进行了制裁 可现在这些国家争先恐后地与凶手做生意 尽管这些屠夫仍然在关押人杀人 廖亦武断言习近平的策略 就是通过人们对消费的渴望来奴役控制人民 他对习近平的女儿及其中共领导人的子女 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表示愤慨 他说 即便是中共领导人的情妇 也能获得奖学金 到哈佛学习 廖亦武生于1958年 他因写了一首谴责1989六四大屠杀的诗 而入狱四年 这首名为大屠杀的诗 在近30年之后成为了他的书注 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的开篇 书中记录了九名因反六四屠杀而遭到迫害者的经历 中美贸易谈判好戏还在后头吗 中美贸易战的新领域还有高科技数字贸易领域 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说 对于美方提出放欢对科技企业限制的要求 中方曾拒绝让步 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将目标对准了中国网络安全法 颁布于2017年年中的这项法律 是习近平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全球互联网强国 以及加强政府对资讯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自法律颁布以来 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数百条管理软件路由器 交换机和防火墙等产品的规则和标准 使得跨国公司在华运营的难度进一步的加大 与中国资讯安全法规跨境数据流动以及云端服务等高科技领域相关的问题 占据了谈判的议程 双方就此争论不休 川普政府一直敦促中国放宽对美国公司 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的限制 指这些公司在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 华盛顿的官员也表示 中国网络安全法给在中国运营的美国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因为该法律要求这些企业将敏感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 并要求他们倾向选择中国的网络设备而不是外国设备 上述知情人透露说 中国官员近几周表现出了讨论这些话题的意愿 尝试着达成贸易协议扫清最后的障碍 他们此前一直将这些问题视为谈判的禁区 围绕着中国网络安全法的谈判 是否将成为下一步中美谈判的一台好戏 值得关注 欧中峰会失败就在眼前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下周即将登场的欧中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据报道说 尽管数月的前期准备 但是双方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无论是在人权贸易投资上 双方都意见不同 与会者透露说 欧盟各国大使星期五 在布鲁塞尔讨论了峰会声明的最终草案 但文件没有得到通过 一名外交官员表示 中国让步的可能性很低 那么达成共识的几率也非常的低 据报道 下周二 李克强将在布鲁塞尔与欧委会的主席荣克 以及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举行峰会 欧盟呼吁公平贸易北京拒绝做出具体的承诺 双方在多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比如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存在不等待遇 强迫技术转让 北京大规模的补贴中企能等 有欧盟官员指出 中国在这几个方面早就做出了承诺 但是几乎没有看到实际的行动 这次谈判前期准备当中 中方代表不是修改相应的段落 就是完全的删除相关的内容 人权话题的对话也很艰难 欧盟虽然不会与中国中断对话 但不会放弃中心的立场 另外一名欧盟官员说 没有峰会声明不代表不是一场好的会议 据报道一篇题为 中欧峰会失败就在眼前的文昌指出 这次峰会如果失败 对欧盟的官员是一个打击 清明时节让人不得不提起相关的现实问题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房市价格高涨 在城市购屋成了没有背景的年轻人 难以触及的梦想 而除了房价之外 近日中国墓地的销售价格也不断地攀升 北京等等大型中型城市的墓地 均价已经达到了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 民众感叹到 买不起高价房屋 也负担不起昂贵的墓地 中国新闻网旗下的中兴经纬本周报道 今年清明三天小长假 在北京的很可能要赶到河北去扫墓 在上海的就要跑到苏州去扫墓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 墓地的价格让人高攀不起 北京居民方方本周五 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道 当地一个普通的墓地已经涨到了二十万元 是大部分的家庭难以负担的 二十万差不多了 去年他姐夫家族在怀柔深山老林里买了墓地 一万元一平方米 进了山头后还要走很远 现在你要是买一个公墓那就贵了 现在活不起死也死不起 另外一位北京昌平的居民马女士 对亚洲电台说道 她五年前在昌平郊区买下了家族坟墓 现在的价格已经翻了整整一倍 一般想要买一个家族墓的 买十多平方米的都是上百万元 有个朋友想给他父母买一块墓地 但是发现比活人住的房子还要贵 所以就不买了 中兴经委报道 北京一家大型殡葬公司的负责人称道 像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城市 一个墓地的售价已经超过了十万元 每平方米的价格比房地产还要贵 在最受欢迎的天寿公墓 最贵的墓地大约要价一百万元 而在香港上市的福寿元 2018年业绩报告显示 墓穴的平均销售单价较2017年上升了7.5% 而2017年福寿元墓地的销售单价为10.24万元 另外一家作为A股 殡葬第一股浮沉股份 2018年的财报显示 一共销售了墓位2748个 实现营收2.61亿元 以此计算 平均一个墓穴 售价达到了9.49万元 其中浮沉股份 2016年到去年的毛利率 分别达到了84.84% 86.78%和87.96% 中国加强前置大学生的言论自由 近日有大学向学生发出了通知 要求学生交出个人的社群媒体 例如微信、微博、QQ等等的个人资料 以向校方登记备案 以加强学校网络安全管理 校方同时还要指明主要负责人 一旦发生问题 将会要对此问题负责 分析认为 中国社会局势越趋紧张 当局是要全方位地控制大学生的言论 一名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则指出 他在学校时 学校的辅导员曾经发放表格 要求学生填写个人的微信号、QQ号、电邮地址 等等各种资料 也有网友指出 校方要求学生进行网络群组自查工作 要求担任群组的人填写调查问卷 对于校方要掌握学生的社交媒体账号资料 很多的学生都不愿意提交 他们表示 上回给的微信号已经是底线了 这回微博坚决不交出去 不能理解 学校反反复复地 要求学生上报微信号这种事情 学生都不要隐私的吗 管我微博干嘛 我可不会老实地交代 旅美法律学者滕彪分析认为 目前中国的社会局势越趋地紧张 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也越来越多 当局对社会媒体 网络上的讯息传播早已开始警惕 他表示 从博客自律公约 实名注册 整肃微信公众号 删除微博大V 拘捕网上知名人士等 当局严控网络的行动 一直都没有停止 近日来连续地传出中国高校教授 遭到学生检举 引起了外界的揣测 在这进一步 钳制言论自由的行动中 是否代表了文革告密封 将会再起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表示 在中国 高校教师 因为学生举报 而被撤职的事件 近来连续地发生 而举报教师的这些学生 官方名称叫做教学信息员 根据武汉科技大学 2018年10月初 在官网发布的 武汉科技大学 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 学生信息员 一般会由优秀的学生担任 他们的职责包括了 广泛收集教学和教学管理信息 并且并行整理 及时反映学生 对于认课教师的教学态度 内容、方法、手段、水平 作业批改、课外辅导 等等的意见和建议 学生教学信息员 组织结构分为校院级 每个班或专业设一名 学生教学信息员 学生信息员 每两周填写一次 教学信息反馈表 管理办法还要求 评估处学生教学信息员 工作委员会和工作站 应该对提供教学信息的学生 负其保密责任 管理办法中还规定 教学信息员任期为一年 由学校统一聘任和发放聘书 任期届满时自动的解聘 除此之外 学校将根据信息员的工作情况 按学期发放一定的酬劳 旅居美国的文革研究学者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 就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学生信息员制度实际上一直都是中共 用以控制大专院校的工具 现在当局还是靠学生信息员 来获取有关教授们的信息 那个也是中共历来有的特务文化 中共为了控制大专院校 常常是在学生中直接发展特务 现在更是大规模的 是用学生信息员 因为以前 大学中学里的党团组织还很听话 你稍微有一点言论 他就会立刻去汇报 现在高校里的党团组织不大听话 所以中共就培养类似信息员这样的特务 目前就读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艺人欧阳娜娜 日前在直播中透露 要创立欧阳娜娜讲学经 帮助想圆梦的学生 而讲学经的条件 是学习传统乐器的中国人 在欧阳娜娜5号所释出的Vlog影片中 可以看到她的生活相当忙碌 但不忘陪伴到波士顿玩的好友 因为白天要上课 晚上便把握时间处理事物 她将于4月28号 在波士顿举办音乐会 主题是梦想 会走比较轻松的风格 而现在正忙着确定海报的款式 接下来就要开始排练 而音乐会的所有收入 都会捐赠到欧阳娜娜奖学经当中 并且表示 奖学经的获奖资格 是你在全亚州内的中国人 只要是学传统乐器的 都可以来申请这一份奖学经 李志是中国曾经创作 不少静歌的传奇音乐人 他原定计划在2月23日至4月20日 在四川各地进行23场个人巡演 但是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近日通报证实 文化执法当局 今年2月紧急地叫停 拥有大批粉丝的独立音乐人李志 原本计划的23场个人巡演 并且强制要求 售出的将近2万张门票 全部原价退款 今年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 西藏起义60周年 建国70周年 以及六四事件30周年 中国当局进一步地全面收紧 对各方面的管控 包括言论自由和文化活动等等 四川的通报没有点名地称到 叫停某位行为不端知名声乐演员 计划在四川的23场演出 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 而外界十分明白 这里所谓的某位演员 所指的就是音乐人李志 根据报道 李志原定在四川的23场巡演 是他计划在全国334个城市巡演的一部分 在此之前 李志已经在安徽 陕西 宁夏 云南 山东五个省份的64个城市巡演 而就在四川巡演 2月23日的前一天 李志突然在微博上 展示了在医院 带着绿色病号手环的照片 宣布取消巡演 并说道抱歉 但是就在21日 李志还贴出了一张 他与团队在设备大卡车 准备发车出发前的大合照 这里面并没有显示李志 有任何的病兆 而歌迷怀疑 按照李志的个性 如果身体不适 他会在好了以后 立刻恢复演出 不可能直接地取消所有的巡演 根据上海的官方网媒 澎湃新闻星期四的报道 四川省文化市场执法监督局 4日针对传闻回应表示 这次执法是严格的依照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关于演出规范的要求来实行的 没有明确指向 希望各位不要对好入座 而在被问及 为何使用行为不端 来指责这名艺人 该局仅仅表示 因为判断 这个演出行为 不符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当中的规定 所以取消了这次的巡演 由于是 al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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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a,生体 我们一次搞下面 人些什么 判断 山 卜师